心肺功能不達標 提早死亡的風險隨時增加 肌肉耐力不足 運動受傷的機會也會隨即上升 有強勁的臂彎,未必力大無窮 今集《你健康嗎?》 幾個簡單測試就馬上知道 你有多健康 有請健康總司令 蛋哥,鄭丹帥 還有兩位健康斗策 梁家琪和張志恒 你健康嗎? 你們兩個的樣子好像很健康似的 是 所以今天要斜斜斜到底 要如何實質地知道你們健康 就要檢查一下你們體能的評估 讓我請出兩位健康挑戰者 你就知道自己… 今天可能與你無關 你可以不用做,好嗎? 今集的健康挑戰者 是迪爾達和韋雨昕 你好… 韋雨昕和迪爾達,歡迎… 你們平時如何保持健康? 你們兩個都能健康 我真的不用說了 如果我一個星期 我想我有四天都拿來做運動 我幾乎差不多每一天了 不過沒有限定 我一定要今天幾點到幾點做 雖然我知道,你們是健康的 但到底有多健康呢 我們來熱身遊戲,好嗎?好 先讓你們來講太小儀式了 好 先準備一下 我們這個熱身遊戲很簡單 就是檢查你的柔軟度 你的右腳伸直 是 左腳踏平,好像90度角 你現在盡量把右手觸碰腳指尖 一手指尖觸碰腳指尖 像現在地達這樣,就為之健康了 對,我先試試看 好… 好 韋雨昕的柔軟度不錯,韋雨昕簡直是優異 其實只要手指和腳尖距離 在五厘米範圍之內 都是屬於正常的 好,真正的挑戰來了 我們先看看 一個三分鐘的測試 就可以測出你的心肺功能 是否達到體適能健康指標 如果不達標,又會研究顯示 提早死亡的風險可能增加 AKR 75 測試 參與測試者要雙腳站立,微微分開 手掌平方在腰的兩側 掌心向下,貼著盤骨 然後按每分鐘96下的拍子節奏 一左一右地提腿 每次提腿要跟身體成大約75度角 大腿還要碰到手掌 連續做三分鐘 完成之後立即量度心跳指數 再代入一條特別的計算公式 就可以得出你的心肺功能指數 如果數值在水平之下 早死風險就有可能增加了 這次為我們全程監察和分析的專家 是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主席 許世傳教授 我們現在已經是… 我們兩個嘉賓 心裡已經有個心條大 稍後就量度他們 一停止之後,心條是多少 吳青吳之身體好,Let's go 好 達仔和韋雨昕起初的動作 就做得很正確 不過要連續提取三分鐘 也別說不累 不知道他們倆又能否受得住呢 對,聽著節奏 他要做多久 7、6、5、4、3、2、1 恭喜… 好,我們先看看他們的成績 好,請看看 他們的心跳 胃乳心就是144 敵乙疾就是132 敵乙疾的心跳有132下 達到運動時最大心跳率的67% 而胃乳心就有144下 達到運動時最大心跳率的73% 這代表什麼呢? 我們現在有一條公式 我告訴你這條公式 如何檢查到心肺功能的指數 好嗎?我們先看看公式 完成測試後,即時量度心跳次數 再代入這條公式 如果是男性 先用220減去你的年齡 再減去男性數據61 然後再乘以22 再隨意剛才得出的心跳次數 減去男性數據61 至於女性,亦是用220減去你的年齡 再減去女性數據73 再乘以22 再隨意剛才得出的心跳次數 減去女性數據73 這樣就會得出 成年人心肺功能指數 好,經我這條公式 這樣加加減減成成除除之後 請你們公布一下他們兩位的成績 是,維宇心是39 對,迪爾達是41 這個心肺功能評級,我們檢查一下 那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看到了 在這個表面很清楚 20至29歲的女性 即是維宇心的年齡層 然後迪爾達也是20至29 她剛才是41,所以也是平均的 這個要求很嚴格 兩位這麼高級的都是平均的 對,而且跳舞 我們要問一下許教授 好,其實這個心肺功能指數 顯示了它們什麼樣子?平均的 這個心肺功能指數 主要是顯示它平時做運動的時候 人家的身體挺有效的用氧氣 用氧氣用得好 主要是靠心臟和肺體供應氧氣 給全身使用 所以指數越高,表示心肺功能越好 指數越低,表示心肺功能就越差 有研究顯示 如果男士的心肺功能指數低於35 女士低於32.5 健康風險就會上升 即是患患患心病、心臟病 甚至早死率都會上升 我有一個問題 什麼才算是早死的風險? 早死的意思是 你不應該是那個歲數死,你就死了 死的原因就是… 我也是 但我怎麼知道我應該是那個歲數死 原因有很多種 可能有很多種病而死 但因為你的心肺功能 很多研究發現 跟其他所有疾病,特別是慢性病 有些關係 如果心肺功能越好 患慢性病的機會就會偏低 例如心臟病、糖尿病、沽血也會偏低 因為這些疾病而死亡的機會 亦會偏低 但許教授 他們經常一個跳舞,一個跑步 也是平均 其實真正運動員他們是… 平時的真正運動員 很多時候像對照表那樣 超過五十多,對嗎? 如果有些研究做過 因為比較頂級的運動員 就達到七十多 我經常聽別人說 大量運動可以增強心肺功能 究竟什麼才算是大量運動呢? 其實大量運動的意思是 你做運動時是用氧氣的身體 要用氧氣有兩個要求 第一,活動本身要持續 起碼要三分鐘以上 持續,不要停 是有節奏地做的 第二,運動的強度不會太高 即是中等 因為如果太高的強度 變成不是用氧氣 會變成無氧 因為氧氣供應不及 如果無氧,很快就會累 很快就會停 大量運動,例如有急步行 游泳,踩單車,跑步,健康舞等等 許教授今晚還會即場教大家 跳一套強心肺健康舞 好,先試試用踏步 先試試用踏步 跟著非常好 踏步,手可以加一點動作 怎樣?這裡可以 如果要踏步,雙手試試踏上來 對,低上來 對,這是修容 好 做四下 阿Sir,很有感染力 踏步怎樣… 跟著很好…做得快一點 手可以踏踏地高 對,這個我們平時去到街市 是,多少錢… 今天我們再介紹一個動作 就是左右探點… 左右探點 左右探點 大家做得非常好 好,謝謝各位 他們真的很健康 他們很健康,是甚麼組 想不想健康一點? 你多做大量運動吧 我想,除了要做多一點運動之外 當然要吃得健康一點 是不是?蛋哥 吃得潮一點 吃得潮一點 其實現在這個叫ABC果汁 是時尚飲品 是,怎樣吃? A是蘿蔔,B是紅菜頭 C是薑蘿蔔,即是紅蘿蔔 對,其實這些東西 在街上有甚麼好呢 它會幫助我們增強免疫力 在流感季節 是 亦是非常好,幫助我們增強抵抗力 紅菜頭這樣下去 有些人會覺得怪味 加上其他果汁,它會比較好喝 你加甚麼都可以 但原則是 你不能把食物中間有雙刻 互相撞的東西是不對的 如果你不肯定,最好去探點書看 別說了,怎樣做呢 很容易而已 是 是,一個中型的紅菜頭 是 一條紅蘿蔔 是 兩個蘋果,是嗎? 是 切開,然後塞進去榨汁 好,我現在起動了 我先榨蘋果 好 其實平日紅菜頭通常是煮熟來吃的 其實生吃的紅菜頭更加有營養 研究指出原來專業的運動員 如果連續六天喝的紅菜頭汁 他們的體力、持久力會更加提升 另外,紅菜頭汁裡面 含一種叫燒酸鹽的物質 而燒酸鹽能夠促進血液循環 幫助我降低血壓 對,每一集的指定動作 搞定完都一樣 就是試飲了 我們就嘗嘗這個紅菜頭 喝紅菜頭之前 其實最好再加薑汁 第一,比較香,辟了草腥味 最重要是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燈子沒那麼寒 下一節回來 繼續有各種體適能測試 看看你有多用,不要走開 是 阿行,為什麼這麼生氣? 算了,芝麻綠酒的小事,別看了 芝麻這麼大,一定是很大 何解,嚴Sir,芝麻這麼小粒 芝麻是這麼大粒的東西 是嗎 你知道嗎?自古以來 我們中國人說芝麻是神仙的食品 竟然? 是,你知不知道以前的神仙 怎麼吃的芝麻? 怎麼吃的? 很重要,把芝麻久精久熟 久熟之後只可以搓成 真的像綠豆那麼大 真的這麼小粒嗎? 綠豆或者黃豆那麼大 一顆小丸 這樣一千,還只可以吃兩顆 很珍貴的 很麻煩,一點都不配合潮食的方法 現代人心急,沒法子 用另一方法就是用芝麻乾扁 不要放油,把平底鍋乾扁 乾扁之後,放進攪拌機 砍爛它,變成粉 這樣就可以吃了 打爛的時候,因為油很重 會黏在攪拌機上 不用擔心,把它刮掉再弄一弄 對,不太好 不要看一顆小小的芝麻 其實真的內有乾坤 芝麻是種多的種子之中 含抗氧化物最高的 黑芝麻比起白芝麻 其實所有營養素 包括所有維他命和抗物質 都比白芝麻更加高 尤其是它的鈣質更加高 所以在很多素食的食物裡 你也看到黑芝麻 或者在很多黑豆漿裡 也看到是加了黑芝麻 好處慢慢說 我們最重要是先做飯 因為我很餓了 用糙米,用糙米做飯後 糙米 糙米 放一匙芝麻,吃芝麻很好 對我們的腎很好,保護我們的腎 對我們的血管也很健康 還有黑頭髮,這些都是好東西 是 再加一些橄欖油 橄欖油或者椰子油 這些讓它香 一湯匙,或者用茶匙 大家要用三茶匙,等於一湯匙 是 加蘋果醋 這些都是用來調味的 又是時候試吃 我最喜歡的一個環節 酸酸味味,我一放進口水裡湧出來 謝謝師傅 剛才兩位健康挑戰者 他們的體能在心肺功能上平均 是 但這次我想檢查他們的肌肉力量 我手上的這個叫握力計 是 到底怎麼用 我們現在看看示範片段,你就知道了 一握自力 參與測試者要站在這裡 先用一隻手拿著握力計 垂直在大腿旁邊 用盡全力緊握手柄兩秒 握力計會顯示出握力有多少公斤 接著換成另一隻手拿著握力計 同樣用力握緊兩秒 把兩隻手得出的讀數相加 就是你前臂的手握力 把這個數字按照你的性別 跟年齡層對照一下 就知道自己的手握力屬於什麼水平 不測不知身體好,Let's go 來看看迪爾達 首先測試一下迪爾達的前臂手握力 然後就到 他左手和右手同樣測到38公斤 即是總共有76公斤 至於迪爾森 他左手測到29公斤 右手測到32公斤 總共有61公斤 換言之,搭仔的手握力是一半 而Rinky反而是優異 其實這是檢查我們新手的什麼部位 其實這個器材是測我們的手臂、前臂 前臂 肯一次用力收縮是最大的力量 知道了有什麼用 知道了就知道你平時身體肌肉的質素如何 如果你是比較好力 整體肌肉的質素也是不錯 如果你是力量比較低 平時的肌肉的質素比較差 要做多些鍛鍊 但是原來大力量不表示你的耐力 那怎樣去檢查你的耐力 因為我又有一個遊戲給你玩 是什麼呢?看看影片 肌肉耐力是指肌肉重複收縮的持久能力 良好的肌肉力量和耐力 有助保持肌肉和骨骼質量 如果肌肉耐力欠佳 受傷風險隨時增加 這次測試的是腹肌耐力 節奏式捲腹測試 參與測試者要躺在地上 把小腿放在大約一尺高的椅上 令小腿和大腿成直角 手臂就交叉放在胸前 接著按每分鐘五十下的拍子 做一上一落的養臥起座動作 測試不限時間 直至做不到下去為止 根據你做了多少次養臥起座 再對照你的性別和年齡層 就可以得出你的腹肌耐力 屬於什麼水平 不檢查不知身體好, Let's go 拍子肌…來吧 預備 拍子肌, 預備 好 接著這個B 二 三 你看Rinky做了幾下 雙手的位置已經離開肩膀 可以了 還有一點出貓之言 七 做了一會, 終於捱不住了 加油 最後總共做了13下 雖然他還很努力 但之後的動作錯了 這些都不計算了 對, 13 好, 現在阿慧醫生做了13下 好, 第二回答 是 你猜你可以做了多少下? 我怕我還是做了十多下 開始, 來, 好 四 預備了 好, 來吧 對 好 1 2 3 很標準 大小子有跳舞底子, 果然有點不同 後十多下都做得有板有硬 手離開, 要離開 好, 要離開 二十多下之後, 開始體力下降 8 終於做到, 26下 好 26下 這手 其實這個證明了什麼? 其實肌耐力的意思是 肌肉做一些肌肉活動或運動時 可以持久做多久 所以我用一個節奏式的卷幅 這是測試力的耐力 好, 剛才衛醫生13下 26下一個雙倍 是 看看對照表 對, 我們看看對照表是怎樣的 看看他們的姓氏 好, 先看達仔 首先他20至29歲 26下就是… 一半… 這樣才是一半? 對 差四下就可以到良好 然後衛醫生呢 不過很穩定, 全部都是一半 衛醫生是… 十幾下 衛醫生都是一半… 對, 兩個都是一半 一半 教授, 我想問, 如果像我這些 我真的全身都是霜 腰有霜, 什麼都霜 那是否不適合做 對, 你說得對 其實做這個測試有一個條件 就是如果你的腰背曾經受過傷 這個測試未必適合做 太可憐了 對, 可能要做其他測試 好, 今天兩位的表現 雖然我們經常看到一半 但其實我們已經覺得 你們兩位已經很超快 很厲害 你們自己覺得怎樣… 我覺得還可以 保持一般好, 還可以 一般好? 做人很平凡 對, 平均一點 而且我覺得除了做運動之外 自己的生活控制也很重要 飲食或睡眠都有幫助 我覺得今天上來學了很多 自己平時疏忽了很多運動的資訊 其實我希望快點練習持久力 雖然我很喜歡做運動 但持久力真的很差 希望自己多練習 還有什麼運動 可以帶動我們大家一起做 好, 剛才我們剛才聚取了腹肌的耐力 不如我們介紹一個動作 可以鍛鍊一下你的肌肉 好… 我們介紹一個動作叫深蹲 主要訓練你的前大腿 大腿肌, 舌頭肌這個地方 做的時候, 我們先將雙腳分開 平肩膀, 或者讓肩膀闊一點 保持平衡 是 然後坐下的時候, 手一起平舉 到肩膀的位量那麼高 記得坐下的時候 膝蓋不要太低 大約120度左右 膝蓋的關節 如果低於90度, 會傷膝蓋的 我們不要太低 我們試一試, 我們做八至十二下 為之叫一組 每次做兩次三組 一個星期做兩次至三次就好了 做這個動作 也要注意身要挺直, 眼睛要望前方 很厲害, 教授一邊說話一邊做 謝謝… 在這裡也要提醒各位觀眾 其實每個人的體質因人而異 像我一樣, 特別差, 他就特別好 所以你們有什麼疑問最好 還是問你們的醫生好一點 我不行 你是極好, 優異, 他是一般 好, 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一起再做, 好嗎 我們一起… 心、心、蹲、止、汗 預備, 一、二、三, 下 然後上 心、蹲, 應該很口汗 上 下 拿著兩個水瓶鏡 上 下 上 彭哥好像打太極了 下 上 碰 好 吃壺 完成 好